大家好,今期開箱的SH Fake Arts 上戲 促至2021年的電影《上戲與十環邦傳奇》 記得訂閱玩樂聯盟,接收更多玩具開箱影片 先看看包裝,正面採用黑紅的主色 對應戰衣上圖案 角落有上戲美術圖,十分帥仔 背面有官方網站的宣傳圖 配件方面少得可憐 除了本體之外,還有一個替換面 四對替換手和一把龍龍軍 十環之中一個畫都沒有 再來一個close up,看看附上的手影 作為Marvel電影宇宙的亞瑞超級英雄 上戲雖然人氣不高 電影上映時都被人看少 但出來的評價和票房卻意外不錯 而這隻SHF的造型 是取自電影尾段的決戰場口 想收下頭雕 老實說都是六至七成 像扮演者樓絲母 角度下會好少少 但有點像任然齊 看看左邊的臉 心想這次塗裝又出事 為何臉上會多幾顆點 再拿幾隻比較 原來每隻都是這樣 是還原它的脈 令人虛驚一場 頭髮是爽黑色 又黑畫出法師的細緻 和以往質素差不多 頭雕像真度為何也差少少少呢 首先和美術圖對比一下 五官有精種橫圓 但美術圖一般都有修圖 而且神物都橫圓不到層次 導致出來的效果有落差 主要是眼睛和嘴唇 印刷不夠鮮色 再對比演員的照片 Oops 不是這張 這張劇照才對 其實認真看 發現整個頭都好像瘦了少少 五官其實相似 除了鼻打一點 眼睛的印刷不夠精細 令整個面相看似玩具 糞便沒有生氣 對比真人之下 上真度下降了不少 附上另一個替換面 和原本的分別不大 不同之處在於眼眉部分 有皺埋 嘴角是斥起的 令到面相看似更惡形惡上一點 換面的方式是採用前半點 整張替換 身形上 這隻其實不大隻 衣服有火粒 做好配上花籠的龍片做出來 中間有黑色的線條 拼拼出好像中式如意逃旺的物味 還有一些黑色的右線 袖口和肩膊位 用了較粗的黑色硬膠 手臂是中袖衣服 同樣用黑線做點綴 手掌的關節顏色有點違和 看上去不太適 有外美觀 如果轉用黑色可能會好一點 腰部旁邊同樣是黑色條紋 有點綴 褲勒是紳黑色 類似功夫妝、勁妝的剪裁 沒有任何花照的裝飾 巢摺做得好自然 十分不錯 配襯的是黑色運動鞋 配上白邊和紅色的鞋底 又刻畫出鞋底的紋路 背部和前面一樣 有些黑色的右線 下半身的關節 採用類似Spiderman的設計 增加可動性 這次附上的武器 只有一個棍棒 好像竹籤那麼幼 棍頭兩邊有些火粒 代表著龍龍造成 圖上了金屬紅色 根據電影的情節 這次沒有附上十環 情有可原 始終是一個功夫好手 以拳腳功夫為主 一齊看這隻可動度 頭部可以左右轉動 仰視角度一般 虎視角度大一點 胸腰可以轉動 上半身前屋角度不大 後腰角度良好 手臂可以上台約90度 手肘單關節屈曲 手掌可以上下調節和轉動 配有蝴蝶式關節 下身大腿能前踢90度 今次更可以向橫張開 膝蓋單關節屈曲 而且可以踢到貼背 腳掌可以調節和轉動 腳尖可以屈曲 今次SH Fake Us 上氣要保持過往質素 可動度有提升 可以應付各種動作姿勢 可惜了 頭雕仍然有進步的空間 頻發的配件數量和上升的定價 令我整隻的性價比下降了不少 想入手的朋友可以等他跌價 或者自問一下你對上氣的愛夠不夠 畢竟比上氣 我更希望Bandai 出一隻SHF 物母 相信一定可以買得更好 難道有錢不賺什麼笨蛋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訂閱 還要按like和share 留下你們的意見 下次開箱影片再和大家見面